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鼻子大 生反骨 有钱难买福 老祖宗的面向俗语靠谱吗 在校学中啊 若是女人的鼻子长得过大 与面部的比例不协调 则这样的女人做事过于强势 情商智商都比较高 无论是做什么行业都会成为佼佼者 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但是这样的女人自身的金钱欲望比较重 而且野心也会比较大 荣誉为钱做出出格的事情 最终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而导致自己一事无成 人才两空 甚至连名誉也会败坏 并没有什么福气 而且还有老人说 女人鼻子如刀明显的露出鼓来 鼻的中央皮肉拉得很紧 没有一点肉形成了鼻鼓如刀风般突出 这便是相学中所说的剑锋鼻 这种鼻削如刀的女人带人感情淡薄 性情刚烈 固执处处招惹小人 若再加上颧骨高霄和下巴尖翘 必是一个刻薄尖酸势力妇人 鼻为夫行 因此在女像中站着重要的位置 鼻削加上颧骨高二者 算是女性客夫的典型像了 由此像的女性客夫难免 此外上有一说 艺术客夫的便是面大鼻小了 此种阔口大面 偏偏鼻子生的既小又低的女性 在相学上称为夫公线 是代表丈夫运势低弱的象征 但这种女性也有好处 她会对自己的丈夫千一百顺 真中不二的 而望夫又有福的女人 鼻子一般都有几点特征 第一 解筒鼻 女人的鼻子生得跟解筒一样平直 而且鼻头整齐端正 没有偏形 这样的人为人厨师 很会拿捏分寸 自身有不错的财运和事业运 对另一半的事业也很有帮助 第二 山根平满 鼻子靠近眼睛的部分 我们叫山根 山根平满光滑 没有置斑巴重破的女人 婚姻都比较顺利 能和另一半恩爱到老 很少有吵架闹矛盾的时候 第三 准圆正 鼻头圆润有肉的女性 性格外想讨喜 在生活中常有贵人相助 一生有不错的财运 婚姻上会遇到良配 一生幸福美满 像素和算卦一样 信与不信 全凭自己 你相信吗 好了 今天文哲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观点 记得了